中超在影响员权威媒体证实广州恒大下创第二败源,锁定西甲铁腰,北京时间7月7日中超联赛,再度传来一个重磅消息。 据国内权威体育媒体体坛周报的报道,西甲豪门巴塞罗那后腰保利尼奥已经确定在今年夏季转会期加盟广州恒大, 但是保利尼奥加盟广州恒大的转会费与此前西班牙媒体爆出的5000万欧元存在出入。 保利尼奥成名于广州恒大,上赛季从中超加盟西甲豪门巴塞罗那,俄罗斯世界杯也成为巴西队的主力后腰, 虽然巴西队没有在俄罗斯世界杯再进一步,但是保利尼奥的表现已经证明了暴力鸟世界级后腰球员的水平。 广州恒大已经结束了在欧洲为期一个月的拉链,他们将在今天晚上从欧洲搭击飞回广州, 全队也将全力备战下周末正式开启的中超联赛下半赛季的赛事,广州恒大也将正式进入到中超时间。 保利尼奥的回归,预示着广州恒大在外援的选择上将会进行相应的改变。 塔利斯卡、高拉特、保利尼奥将成为广州恒大中超下半赛季的主力外援组合, 第四外援将从阿兰、J马、古德里这三位外援产生, 广州恒大本赛季仅剩下中超联赛冠军奖杯可以争夺, 所以恒大方面已经把中超八连冠作为本赛季必须完成的目标, 毕竟赛季无冠军可拿, 这对于中超班罢广州恒大的无法结束的, 保利尼奥的回归, 也将是广州恒大夺冠之路的一个重要保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